片头的尾声 能看见下游的邪校 暗示色谷事变 如他所想的发展 对比着五条的六眼 逐渐暗淡 最终蒙上 无意暗示了最强的五条物 被逢迎退场 所有顶尖的强者 全部都会在色谷事变登场 这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物 一起走在高专的路上 甚至就连骤灵与下游节 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看似没有任何意义 但其实这是出自漫画 与动画的标题 消记 意思是 重大节日前一晚的庆典 最早是用来祈求 神指降临的重要活动 现在更多是作为 明日庆典的彩排 庆典等于 骤灵狂欢的色谷事变 而所有术师 都成为庆典中 不可缺席的祭品 动画组特意用消记作为片头 不只特别 更充满带入感 另外更细节的部分 就是虎将们 走的方向是离开高专 这除了是表达 前往色谷与骤灵对抗 也算暗示未来的剧情 将会脱离原本 安稳的高专生活 这里插播聊一下 片头的幕后 Specials是由King & New演唱 他们的曲风与唱腔 非常鲜明 充满特色 曾经就替剧场版 咒术回战灵 打造两首主题曲 《意图与逆梦》 而在第二季 同样又收到制作组的邀请 King & New除了感到非常荣幸 更努力透过曲调 呈现出色谷 无数骤灵们的蠢蠢欲动 云幻节奏中带有一丝 让人着迷的诡异氛围 就连单曲封面都完美呈现 骤灵肆虐的情景 虽然曲风特殊 并且充满魅力 但我个人还是最喜欢怀孕片 那充满青春苦涩的主题曲 片头动画中 分镜与导演 都是由神谷雄贵担任 他制作OP与ED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炼剧人》的第三部 与第八部片尾曲 也都是出自他手 运用非常大胆的颜色 搭配超流畅的动作 创作出充满爽感 并且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接着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人物 前面比较清楚 大家也都认识我就不多说 来看看后面相对模糊的部分 依照顺序分别是 冥冥、伊地之、猪野与狗卷 这些是让观众先了解 色谷事变中会登场哪些人物 最后就是有五条与下游节同框 让我想起怀孕玉泽篇 不免有些心酸 接着画面急速下坠 带出了标题 背景呈现鲜艳红色 伴随人类被吸入车站的恐怖场景 就当画面快速切换 可以看到昆虫破茧而出 这是出自漫画中 色谷事变的尾声 真人成长蜕变的伏笔 而下一个画面就可以看到浴门江 就是将最强五条封印的特级咒物 这里非常巧妙用眼睛当作转场 就像暗示着五条 坚信自己培育出的学生 绝对能救出自己没有丝毫怀疑的信赖 这两个画面是高专人员分组行动 而轮到五条时却是独自一人 除了述说强大的孤独 更带有一丝危机感 我认为这次的片头 转场不止超顺畅 还更具有创意 五条正面走向画面是为了保护人类 立刻就转场到真人走离画面 杀光车厢的所有人 这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对比 接着假如幸存者 能活着抵达地铁的出口 等待着的却是更多无止境的邪恶 在下一个画面 带到贯穿整部咒素的素挪手指 接着瞬间切换到虎上 在铃骨塔前痛苦自责 最初的自己 以为能吃掉素挪手指 拯救更多人 却因为自己的失误 让素挪觉醒 夺走无数的生命 虎上认为自己是罪魁祸首的后悔 是色谷事变中 让人心碎的一幕 接着能看见 立于顶点的四个特级宿灵 他们成为古画 也就意味着成为传说 这两个画面也间接暗示 色谷事变 就是这些宿灵们的结局 在下一个画面 可以看见动画组 自己剧透自己 火焰纹身后 两面素挪正式夺取虎上的身体 这也是色谷事变篇章中 最热血让人期待的剧情之一 至于这段洪水涌出 也能知道是驮更的术士 就当虎杖对决真人的这一幕 除了有兄弟东躺的帮助 更有着快到会露看的招式 黑闪 之后都是许多人物的快速转场 一提到就会太拖时间 我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来说 藏得最深的伏笔就是这一幕 可以看到这个人物 嘴角上有疤 没错 就是怀孕片曾经出现 第一个战胜五条的术师杀手圣尔 所有顶尖的强者 全部都会在涉谷事变登场 无疑是目前最热血的超长篇章 接着在烈火中 有一个人缓慢地站起 手里还拿着一把类似刀的武器 自然也就能联想到 失去上半身的漆海 下下一幕也刚好是丁琪 用手盖住左眼 这就是让他濒临死亡的致命伤 而椅子也是还原漫画中 丁琪心中自有的座位 这个片头不单单只是暗示剧情 更是有史以来最胃痛的主题曲 在尾声可以看到五条 有别于过去充满自信 相反的露出惊讶 错愕的憔悴神情 与同样是片头的这个画面 产生巨大的反差 片头中眉目看似简单带过人物 却不断透露出让人胃痛的危机感 接着就是整部片头中 我最爱的 领域展开与术师的手印 首先就是束挪的伏魔御厨子 旁边还能看见领域中 堆积无数的牛头虎 接下来就是真人的领域 自闭圆顿果 第三这个手印 让不少人搞混 看起来很像浮黑会的 前河暗一听 但更仔细比对背后的鲨鱼与手臂 就能得知是头更 在领域中发动术师的手印 而浮黑会的手印 则是在更后面出现 等等也会提到 第四个就是肉糊 使用术师的手势 第五个是仗像 使用百炼穿血 第六是东堂的术士 补义游戏 第七个终于来到我们的浮黑会 这是他使出 召唤最强的士神 魔虚罗的手印 最后就是五条的无量空处 在片头的尾声 能看见下游的邪校 暗示色谷事变 如他所想的发展 对比着五条的六眼 逐渐暗淡 最终蒙上 无意暗示了最强的五条物 被逢迎退场 接着所有高专人员齐聚 就是为了救出五条老师 在最终 胡杖一人转头的画面 完全与开头相呼应 能注意到开头的胡杖 是回头 而在最后 却是撇头 这时迎来黎明 身边不再有同伴 我想更深层的含义是 他想独自承受 因素挪而死 无数生命的重担 总结 这次主题曲真的非常优秀 曲风充满迷幻的魔性节奏 画面昏暗 营造骤灵肆虐的恐怖氛围 红色的色调更表达反派血洗色谷 完美呈现正邪双方即将开战的热血 最后片尾曲《魔人沃斯》 因为没有太多的细节 我就简单的聊一下 这次片尾曲和过去一样 适用平凡的日常 将人物刻画得更栩栩如生 《魔人沃斯》是由日本 另类摇滚乐团杨文学演唱 就当他们得知 这次是当然第二季的片尾曲时 就开始疯狂复习《咒术回战》这部作品 尽管他们在制作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但看见虎杖等人的故事 就让他们顿时充满勇气 在评论中杨文学也说到 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跌倒的人们 拥有再次往前突破困境的希望 最后不晓得大家 在主题曲中还发现哪些细节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这次报红潜艺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